一日一生六甲神制度 昨天有二十年轻轻到亲家的地方调道以外 各地的争承也因为人力不足及成本的口令 团出了夸合会不会起家 它才是选择到一时来效尽 有这么多面穿到关落说 会臨时找无人生疼好看白 也关落大变异 有一个问题的调道 今天一年代代变异就表现 适应兴臨到人力不足的状况 不过有在乎不乘亲 他们的努力来欺负尽力调道 不然会改变问今的时间 过来几年民众也很欢乐 完蛋都过六甲放到身材都要紧了 不过在一日一生的规定 也让各地各地咖喱白饭 并领很多挑战 非洲民众就欢乐 咖喱如果要看大变异的问题是不是有改变 怕你婚姻代代变异表现 因为婚姻老人人口多 应兴会恢复白饭困境 那我们现在目前呢 整个的这个台大医院的这个医疗服务 还是照着以前的制度在执行 所以我想我们会尽量保护我们云林地区 这个民众的这个医疗的一个权利 以后是不是有任何的这个思考 或者说有任何的改变 因为台大体系包括了整个总院 新竹分院还有北户 还有我们云林分院 金山分院和祖东等等的 这个要等到体系一致的一个讨论以后 我们才会做进一步的这个有任何的改变 为了乎部乡亲 婚姻代代变异不仅文字 并没有调度改变 并且鼓励心里也不用怀怒 找不到医生看白 不过也因为这个云林医疗 也让他们的加班 整个大大增加 我想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人员的轮班上面 所以根据这样子的一个粗估的话 我们要负担更多的这个加班费 那如果以这样子概念来思考的话 我们一年会增加800多万的这一个支出 这个是目前遇到的一个困境 这个大概是一例一休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冲击 那至于药费或者说其他的那个是 应该是在卫生署 就卫福部的一个层次 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做好我们自己医疗的本业 六甘扳家制度改变 后不过交通也受到最大的影响 现在团出竞争因为加班费增加 共济一礼拜来一定要扳家一天 人家钓到实在困难 都敢往自己扳家 这也可能影响跟扳家病院 未来家里看症的人所保护 你看一千年刚开始 六甘扳家制度增落 大家可能也没习惯 这也可让六甘组本期间的实验给你贴掉 记者在三藏不到 都 好